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啊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俄罗斯是再次点名这个台湾啊 看看发生了些什么事 然后攻击C好像要来了 美国拟在日本部署导弹 俄点名台湾表态了 日美共同社周日24日报道 美国与日本正针对台湾有势拟定联合作战计划 内容包括在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琉球群岛与菲律宾部署导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 陶罗美国在日本部署导弹 这对俄国会构成威胁 莫斯科将不得不采取报复行动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周三说 美国持续让台湾周边的局势升级 破坏区域稳定 借此证明扩大与华府之间军事关系很合理 他说 我方已多次警告日方 如果美国终成导弹因为这种合作而出现在日本领土 这对俄国国土安全构成真正威胁 我方将被迫采取必要足够的措施 以加强我方自身防御力 扎罗瓦还说 日方不妨参见俄罗斯上周发布的核理论最新版 可以从中了解在这种情况下 俄方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 他也表示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这会引发军备竞赛 也会导致战略风险增加 俄罗斯外交部次长 雷亚布克夫周一说 如果美国在亚洲部署短程中程导弹 将考虑在亚洲部署这类导弹 扎罗瓦周三的记者会有媒体问及 雷亚布克夫这番话 他答复提问时拒绝说明 俄国可能在哪里部署这类导弹 但强调俄国领土有一半位于亚洲 因此俄方有可能在乌拉山以东地区部署导弹 扎罗瓦说 莫斯科已向美国与其卫星国家发出明确信号 意计俄罗斯会以对等手段在实际不同地方部署 陆基短程中程导弹 以作出果断相应的回应 他还说 在俄罗斯上周向乌克兰发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导弹 真果术之后 西方国家不该怀疑俄罗斯的能耐 日本共同社周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 美国与日本之项联合作战计划是历来首舰 针对台海突发状况定定 作战计划纳入美军在日本距离台湾很近的琉球群岛 菲律宾两地打造临时基地部署飞弹 美国陆战队滨海团将部署至日本路尔岛线 冲神线延伸至台湾的岛链 这支部队拥有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海马斯 届时日本自卫队将为美军陆战队提供后勤支持 例如供应弹药兰料等 美军也将在菲律宾部署远程活力 多领域任务部队 外面是在陆海空太空网络资讯等多重环境作战 那么美日现在进行这样的部署 在我看来 中国也是有必要 赶紧把台湾给收了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这样听说赖清德要过境美国 然后再访问所谓太平洋的三个国家 什么帕劳 什么马沙尔群岛 瓦怒阿图 还是什么 这个 什么吊国家的 说解放军要 拉动来攻击C 这个军演了 联合力舰C要出来了 这两天 台湾方面也是发过来好多的消息 给我看 这个天空当中啊 确实有非常多的 有些像那个导弹在发射 解放军的战机在台湾上空在这里飞 我认为呢 差不多能干就干了 要有这个决心 要有恒心 要有这个毅力 直接就干掉 对吧 中国也要采取攻击姿态 对吧 如果小马克思政权在菲律宾北部 靠近中国这么近的地方 部署这些作战方式 就像他们的这个 我们讲战略支援部队 像美军的什么太空军啊 电子洲战部队啊 什么海马斯多关火箭炮 都不如在这里的话 中国有必要把菲律宾一分为二 老杜的绵兰老岛 他们这个家族 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给复制起来 对不对 或者说我只跟你做生意 我不和他妈的 我不在旅宋投资 我在绵兰老岛投资 可以吧 可以的 因为现在呢 就是要咄咄逼人 你不咄咄逼人 这帮狗逼 贱逼 骚屌 骚逼 他们就会什么 他们就会 就会 就会留钱的一些意义 和这个饮水泛滥 所以说呢 必须要治他们这个痒 治他们这个痒 唯一的办法就是暴操他们 把他们给操 操趴了 操服了 操他妈的 扣迪松弛了 这个时候才是正确的 否则这些家伙 他会必须去 必须去 一天到晚来 给你来 来搞起搞吧的 所以中国这个 北京这个政权 对内 妈咪硬的不得了 对老百姓 采取什么高压的 这种姿态 干啥都不行 臭屁也不行 那你对外你硬一点 别对外 他妈的像个虾一样的 那就不对了 那样的话 老百姓会对你这个政权 对你这个国家 大家都失去信心 人心涣散了 你有大概冒 你有这个维稳手段 你又能怎么样 所以说要脑子要 要零零清 不要整整天 就是一天到晚 这个国家就是 他妈的对上负责 整天整一些 他妈的那些 那些穿个夹克的 像大关系系的这种人 太多了 猫啊狗啊 都他妈可以当 当这种人 对吧 到哪都前夫后拥的 当皇帝 现在是中国官员 越来越皇帝化了 对吧 内部这些矛盾 你受伤中这些矛盾 坚持的矛盾 不是这些皇帝造成的吗 没几个软东西 是干事情的 干实事的 整天就是 弄上去 当这些什么 软东西 看了就觉得恶心 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 想和这个 执政的这个政权 离得远一点 别说什么紧密团结 团结啥呀 对不对 所以内部的矛盾 非常尖锐 社会的 这个形式 不是特别好 到处恶心事件 老百姓都看在眼里的 你往上压 往上捂都没用 对吧 整个小区里 有多少个人跳楼 有多少人发了恶心案件 你派出所一天到晚 去掩盖 掩盖不了的 老百姓心情是门清的 他会想 你有什么要掩盖啊 你要营造什么样的 太平盛世啊 所以内部矛盾 就是要往外面输 往外面无动 台湾解决了 管个至少十几年 老百姓的信心 又像打了一几个强心剂 吃了兴奋剂一样的 所以说 这些问题都要去解决 到时候你都弄弄弄弄弄弄弄的内部 能行吗 对吧 像福利宾这种国家 我们太不主动了 一步步把它变成一个美军的一个进攻基地 在中国的家门口 对吧 太卵趴了 国家那么多高干子弟 人家那么跟那些西方的搞一起在A股搞做空机制 干什么呢 对不对 获益多少个几百亿几百亿的这样子获利 对吧 所以说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对吧 所以说老兵讲了 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该动就要动 该打就要打了 人家俄罗斯都替你在这里捉急 说中国还不打 美国中程导弹的部署过 当然虽然说在红旗19面前 这中程导弹都是一坨屎 是没错 但是你让它部署在这里 人家就有一个念想 人家就想要妄动 我们要让它打消他们这种 他妈个逼的 不尊重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不对 你看中国 你看今天在丢了多少土地 这个琉球也丢了 战略地位一再被这个压缩 整天他妈对内狠的不得了 窝里恨他妈的皮 世界他妈一流的 那么对外呢 对不对 炮打了没有 枪放了没有 一枪一炮都不放 你说这么每年 这么到庞大军费派什么调用 现在那些国防部长 不都是给他们 给那些太尉都贪了吗 之前是李太尉 这次他妈是董太尉 一个个的都他妈的出事情 你不打仗 不着急 他这个背后都给你搞事情 你永远都反腐 干嘛呢 都搞不定的 因为你这个体制 你这个机制 他就是个反腐 他就是个腐败机制 没办法的 老边同学也跟大家讲清楚道理的 我说 你中国这些军队里面 就是这个屌样的 你想要上去 必须给领导受贿 领导不收你的钱 没有这个把柄 在手里面 相互之间 不遇龙俱龙 一损就一损 怎么样他妈的信任你 对不对 我在部队里面看 一些普通人 素人 家里面有什么背景的 就是靠搞关系 撑死普通人 干到个上校了 那干到个上校 是不得了的事情了 回去就能干个他妈副县长 就是这样的 那你说得 多钻影 多经营 你不他妈请客送礼吃饭 你这个 你干到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上校什么的 你都要上北京 这总部都要想办法 都要搞到关系 都要搞到人 能送上去 从门缝里面 能把礼给他送进去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这个部队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哪一个体干的没送礼 你有本事 有军工 有一工 一等工 二等工 领导说你不行 就是不行 所以说呢 最近你看 你不武统台湾的事就多了 说这两天又说什么 张又霞 搞了这个 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对吧 对不对 然后又这样那样的 说一大堆的皮 是什么苗华 被他们在接受这个调查 讲一大堆屁话 讲一大堆屁事 当然董军这个事情 也都不一定 但是 在接受调查是肯定的 至于 接受调查完以后 是还了个清白 那到时候肯定还不出来 如果说 没有清白了 那肯定就是被调查 所以说呢 这个 菲律宾跟日本这边 美国这里部署 这些导弹的 人家俄罗斯都 都急坏了 你中国不紧不慢的 是不是 这个也说不过去 好吧 就正面这个事情 说一说 谢谢各位支持